父少一路风尘仆仆 真是英气不凡啊 父少 父少 父少一表人才 不往三爷如此气壮 将来啊 这么大的家族企业都需要您打理 真是可喜可贺呀 不敢不敢 成生日后还要多靠父亲和诸位提醒 父少谦虚了 父少 春生啊 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是啊 今日你是主角 来 那就多谢诸位抬爱了 真是后生可畏呀 诸位慢慢喝 我先过去一下 陈总 王总 来 爸爸 诸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犬子 李甄 今日正式回归我们父家 任祖归宗 来 咱们庆祝一下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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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下来了 丑媳妇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你想藏我一辈子 爸爸 这是 我是傅家的 仆人 不过老爷很看得起我 你好 你叫 我叫傅绵 小少爷 欢迎回家 怎么会 苏珍 嫁给我 我会按你一生一世 他分明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会变成傅家的故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 程深 这场戏我精心筹划了二十年 你只是其中一个配具 我叫容真 二十年前 我和妹妹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 快点 我爸爸是容氏科技的总裁 刚研发出一款高科技产品 问事后 必定会掀起整个行业 更新换代的浪程 过来 那天我哭得很厉害 小姨就哄着抱我出去了 而爸爸妈妈在家带我的妹妹绵绵 看这边 是不是小姨忘带东西了 你去看看 我去看看 冯老三 你要干什么 把产品出去给我 休想 就这样 傅老三杀死了我父母 拿走价值十亿的数据硬盘 还抢走了我妹妹 而我 则因为被小姨带下楼躲过一击 由于监控损坏 相关证据都被销毁 所以难以查出凶手身份 三个月后 小姨发现富士集团推出的新产品 正是我爸爸的研发成果 三岁留着你吧 他梳理线索 确定凶手就是傅老三 就让你的父母好好看一看 什么叫任贼做父 为了隐瞒我的存在 小姨带我避走他乡 从此以后 我的人生里只有复仇 经过二十年的冰火翠裂 我回到这里 那就是我妹妹 现在她叫傅年 我不怪她 傅老三是个变态 我能想象到 这么多年来 妹妹经受了怎样的喜怒和折磨 我待会儿还会 所以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回去吧 对那个男人又怕又爱 那老爷 我先回了 慢走 他并不值得 我父母生的是双胞胎 于是我利用这个盲点 顶替我妹妹的身份 进入父家 进入父家 杀我父母 辱我包秘 死仇不够带铁 让你众叛亲力 不得好死 放死 不成体统的东西 滚回去 诸位 别管他 我们继续 不管他 我们继续喝酒 来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疑问 不要紧 他们终将化为仇恨的利剑 撕开一切虚伪的粉饰 然后 你就会被真相刺痛双眼 傅承申 傅老三的私生子 也是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 养在外面二十年 刚回到傅家 一年前 我接近了他 半年前 我们相恋 爽不爽 小贱人 今天还想当面勾引我儿子 看你是活够了吗 我没有老爷 你放过我吧 老爷 老爷 你放过我 声音很好合成 或许没有那么逼真 但对于一个 崇拜父亲的儿子来说 足够 毕竟从这一刻起 胜负走下了神台 老爷还有十分钟到家 老爷还有十分钟到家 就成了我家仆人了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没什么隐情 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我没有认错 就是你 一直都是你 小少爷 虽然我们才认识 但我劝你 作为刚被傅家承认的私生子 应该和你爸的仆人保持点距离 我爸他居然打你 小少爷 这叫归房之乐 种下一颗种子之前 要先浸泡 才能加快出芽速度 在你心里种下仇恨之前 我会充分浸泡他们 直到你感受到和我一样 浓烈的恨意 我感觉不在乎 但是我们感觉不在乎 我感觉不在乎 即使我感觉不在乎 你感觉不在乎 不在乎 你感觉不在乎 你心真会没在乎 你不在乎 你心太烤 我som 我 我叫容真是你的救命恩人 穿衣服 我今天试试你的水性 好的 爸 我的儿子不应该有任何恐惧 除了对他的父亲 记住 这个世界都是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下去 妈妈 妈妈 小少爷 老爷喊你回家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吗 上来吧 明天晚上七点 你替你姐姐 去见傅程申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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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别说我父母 就连你我也才刚认识 这二十多年 你又没生我又没养我 是你口中的仇人将我养大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当年你父母愈害 你这个一点也不难过吗 这二十年 是你口中的仇人将我养大 教我做人做事 满足我的情感需求 他是很残暴 不是什么好人 但你妄想用这一番话 就否定我的二十年 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当年你父母愈害 你又被傅老三抢走 我不能再以卵击石 我只能先躲起来 都准备好了我再回来 你就知道 这二十年了 我跟你姐姐是怎么过来的 躲起来 有没有想过躲起来我要怎么样 你把我扔给仇人 一走了之 现在突然回来要我为你们复仇 可惜了 我已经爱上他了 我不敢不爱他 否则我早就死了 好 没关系 反正我有很多办法 可以让你清醒 说 不然他是不是你的仇人 你要不要替你破目报仇 你 说 不然他是不是你的仇人 你你这个疯女人 你知不知道错了 你清醒一点 没关系 我 没关系 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和你姐姐 傅老三是一条毒蛇 你只有狠儿无息 才能战胜它 听清楚了没有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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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你的任务 我的任务是为我父母复仇 这件任务完成之前 你有足够快乐 你收快乐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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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自己出去玩 我不应该故障自己开心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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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刚才跟谁道歉 醒了 刚才跟谁道歉 笑一个 别盖着个被子 我就喜欢你这个表情 我才三个月没管你 你敢对我这么凶是吧 老爷 我们玩点不一样的 好啊 怎么玩 没想到三个月没见 还有意外惊喜啊 老爷 别着急嘛 带上他 什么惊喜 小儿惊喜 当然了 老爷 你等等我啊 你好了没有啊 你来了吗 好了 来了吗 等我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副总 夫人要见你 夫人要见我 我马上来 人人人都知道 副总对夫人极为宠爱 就连天上的星星 也恨不得摘下来给他 可惜啊 夫人却对他避之不及 所以他就找人 打断了夫人的土 听护工说 你找我 放那儿吧 就能永远把他留在身边 好 手磨坏了 你说 我们好久没聊天了 我听说 你把傅承身带回家认祖归宗了 是啊 公司总是要有人来继承的嘛 所以 那是你的事 我只是可怜这个孩子 和傅展傅延年龄差不多 这么小就没了亲妈 改天你把他带过来 我想看看 老婆 别想那么多 我们会有孩子的 别想 傅老三 你死心吧 医生说 我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孕了 真好啊 我终于解脱了 只是可怜了我那两个儿子 脱生在了我肚子里 最后替你这种人挡了灾难 是你 是你害死了他们 怎么可能是我呢 那也是我的孩子呀 我比你还心痛 老婆你放心 杀人凶手我一定会找到的 我一定会让他们碎尸万段 应该碎尸万段的人是你吧 傅承身知道 是你找人把他妈妈推下去的吗 说吧 你想干什么 我一定要弄清楚 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老爷年轻时大概就是这个模样吧 可惜太嫩了 味道还差点 你究竟是谁 我当然是容真了 你干嘛这么问 傅扁脖子上也有黑痴 其实傅扁和容真都是你 对不对 傅扁 看来你有新情况了呀 你在哪儿 在外面 今天有家宴 早点回 好吧 是我太敏感了 你有没有乱生姐妹啊 怎么 你见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了 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 但是 她是谁啊 她只是我父亲的仆人 在我面前想别人 你好啊姐姐 听说当时是你把我从傅家救出来的 可财出狼窝又入虎口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你呢 先把他们见面的照片拿给傅老三看 就说你无意中拍到的 嗯 我爸的 居然打你 小少爷 这叫归房之乐 不 这是你月代 这是犯罪 小少爷 你怎么了 你不懂得保护自己吗 你指的是哪一种 哪一种 类似这样的还不止一种 那又怎么了 这对你来说 已经不足为奇了是吗 算是吧 现在你想说什么 大概是因为你顶着和我女朋友几乎一样的脸 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怎么 心疼我 算是 我有话跟你说 说什么 爸 他是您的人 我不敢预计 我是说 你回家这几天 还适应吗 当然 有您在 我很适应 你是我的儿子 是我最重要的人 女人嘛 一件衣服而已 但是这件衣服 是按照我的尺寸做的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好 所以今天你和傅眠 见面了吗 没有 当然没有 好 一整天没见到你 很忙啊 干什么去了 还能干什么 你又不让我去公司上班 随便找点事情 打发打发时间了 打发时间 比如跟我儿子出去 偷偷私会 你怎么知道 他还不让我告诉你呢 他还不让我告诉你呢 自己先说了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就说 刚回来不太习惯 想让我陪他聊聊天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他喝了酒 有点毛躁 看来我儿子对你还挺感兴趣的 下次他再约你 主动向我回报 真快 早点休息 小姨说过 兽性越强的人 领地一时足欲求 所以熊狮子会咬死不听话的小狮子 那你呢 能忍受儿子的背叛 放心 等你们打起来时 我会牵手地上刀子 喂 老爷 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们 横江大桥上 其实 还有一段视频 我没敢发给你 现在发 好的 好小子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你不该伸手拿 但你不该骗我 任务完成得不错 一会儿给你爸妈上炷香 小姨 我想跟姐姐见个面 我劝你 趁早把你这些没有用的心思 好好收一收 你也别奢望到时候你们见了面时 能背着我再把身份换回来 去 给你爸妈磕个头 好好粉丝粉丝 我可以把你带到这里 再用谢谢 咦 我来 我来 去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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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喂老姨我是傅敏 我現在跟你說個事 你身邊那個根本就不是 你瘋了嗎你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通電話打過去 我二十年的仇懷就白費了 我怎麼不知道他還有別的號碼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亂生前輩 小少爺 你不是不知道 我剛出生的時候 我的父母就死在了仇人刀刃下 是老爺收養了我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那 我爸爸和你父母是什麼關係 他們 是最好的朋友 你當然困惑 這世上怎麼可能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 沒關係 儘管去查吧 就像火燒引線那樣 順著這條線索查下去 直到親手引爆你父親的秘密 不過 你為什麼問我 有沒有亂生姐妹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 今天晚上我見到 喝 真是送上門來的好基意 有什麼比現場桌奸更刺激的 好熟悉 我 在我面前想別人 今天晚上我见到 那不究竟是什么关系 不认识 别管我 我知道难言之隐的苦衷 我只是想保护你 爸 赶紧穿衣服 我去房间 各位不好意思啊 还迟到了还迟到了 妈不习惯 来给妈喝一杯 我敬大家一杯 王总 敬服走 敬服走 各位 这是我家仆人傅眠 特地过来给大家助助兴 好福气啊傅总 好福气啊 是啊 大半夜突然间叫我出来 看着架势 温宴 酒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全部喝掉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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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远 我真的喝不下了 剩下的我一会再喝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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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 哎 啊 啊 啊 嗯 老爺 我不來了 站上去跳舞 拜託 這畫面 你有沒有覺得似藏相識 我當然要繼續跳 我當然要繼續跳 就像櫃子手跳劍舞 跳到你眼睛流血 跳到你頭頂懸肩 繼續跳 怎麼出來了 裡面太悶 不太舒服 有習慣 你和這種場合你的習慣 有習慣怎麼回家 四年 當然是留給他嘛 心軟了 爸爸 我有東西幫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你比复展复言更多明星 但是你的心思也最重 我不喜欢 周琴你那与世不复的良善 也卖了你幼稚的慈悲 现在是晚高峰 你要做的是如何更快地回到复家 如果不是复展复言早已不测误 怎么会轮到你这个最不像我的儿子 就是 这个这扭的好玩 是 东西还想要吗 不要了 你是我的儿子 犯错了我会给你机会 但是别人 你没有这么喜欢 他可以 这悄悟悄的好啊 我喜欢你喝了 喝了 你们以前 喝过的 喝酒 那些香叶茶 年都记得了吗 那这就是 混蛋 你在这里惩罚我还不如担心像容真 一旦老爷看到了我和傅程生在一起的画面 就会组织变态犯局来进一步测试他儿子的反应 不知道我这个好姐姐能不能受得了这种堪比滚丁版的凌辱 当好饭局上的玩物呢 你知道 王人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安排你和傅程生见面这场戏 我就是要激怒傅老三 我要让傅程生看清楚他父亲的真实面目 这样 他才可以变成为我所用的一把 念念 我是因为别无选择 你是为荣哲最亲的人 居然也这么明目张胆的利用他 可能就不懂 小语如果容真下场跟我一样 那你和傅老三有什么距离 你所谓的复仇就是把人往火坑里堆 怎么干什么你也想试试吗 告诉我从今天开始老娘不伺候了 一出气 还真是痛哭啊 喂 复勉 小少爷 凶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有点意思 这可是最新的偷拍技术 他是怎么发现的 你终于肯担心我了 你到底在哪 我在卫生间 走 我带你回家 今天运气不错 老爷不在家 是不是弄疼你了 谢谢你今天回来救我 要不是你 我可能就死在哪了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以前我早就成了拿捏权贵的筹码 怎么你不信吗 小少爷 我在他身边二十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他的发家史就是一颗雷 所以你一定要当心 像他这种人 会拉着所有人一起陪葬 那你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跟着他 当然是因为傅老三杀我全家 是我的杀父仇人 所以我忍辱负重在他身边二十多年 就是为了找他复仇 开玩笑的啦 当然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我从小被老爷收养 翅膀早就被剪断了 小飞也飞不出去 所以小少爷 你的翅膀被剪断了 帮我上药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伤 我看一下 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我的儿子这么联想 细语 我已经告诉你 他是我的女 爸爸 他一个小姑娘 在会所里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还不过可怜吗 这是你第一次违抗我 我给你这个面子 但如果再有下次 这 让你生不如死 好 不,你就会被人生不傻 咸,不要 可怜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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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原來人是不能留了 媽媽有出遇到壞人了嗎 媽媽得色了一個在上龍剛的權盔 被人抓住了把柄 然而第二天 妈妈就意外落水了 原来不久之后 妈就和这个赵龙刚合作了 你也去 这么晚了 你 我听到老爷回来的声音了 如果他发现我就这样 从会所直接跑回来 他一定会狠狠责罚我的 我已经替你现在求过气了 他应该不会再那么计较 你自己都不确定吧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会把事情做到什么地步 你真的了解过吗 那你来告诉我 耳听为虚 眼见为识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就拿到他电脑里那些托拍的视频 里面不光有我 还有 还有什么 你心里都已了解 对吗 不要妄自揣则我 你走吧 如果我有天出事 凶手一定是老爷 那些视频存在哪儿 老爷把那些视频都放在一个加密云盘里 不过要通过他自己的电脑才能打开 老爷 是哪儿了 我 我去上了个药 上个药 刚才我儿子不是给你上过药了吗 还是你们换了一个地方上 让我来检查检查 在哪里 给我看看 天花 好漂亮 好亮 耶 哈哈哈 啊 三二一 新年快乐 好呗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怎么 自从和我儿子接近你以后 就开始嫌弃我了 啊 我想到你还是个教主 是啊 强教手下我若逼你 既然你不愿意多金丝去我就成全 把这个文件送到城南对方很着急 现在就送他去 老爷 我能不能明天去 我有点 太昏了是吧 那现在还困吗 拿着 滚 追我啊 来追我啊 不敢 给我不敢 还我 我 我 妹妹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妹妹 爸爸 你刚才看见和我一起玩的小女孩了吗 别找了 你那个小朋友死了 他死了 老爷 汽车按计划保证 好 看来明天天气不错呀 看来明天天气不错呀 谁说一定要用八年的电脑才行 电脑才开口从来不喜欢这些 没想到他承受了这么多 但我机会一无所知 天亮之后 我想和他一起上来接下来的机会 管他的故事 对 早啊 早啊 爸 过来坐 再找他吧 没有 我只是觉得他一个小女孩 昨天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 我只是把他送出去磨灵一段时间 你好像不情愿 没有 我觉得他很幸运 年轻人嘛 需要多多学习 如果你这段时间想来公司帮忙 随时可以过来 我还什么都不会 我想先学习 也好 我吃完了 你 你这样说话感觉挺生疏的 就是这么久没见了 有点想你 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吧 你还好吗 嗯 那你好好休息 注意身体 今日凌晨 南城市南山区南路中断 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故 有一名女性人员伤马 爆炸原因等相关情况 正在做进一步确认 南城市南山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负面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不是学习去了吗 傻儿子 你以为我真的会允许 背叛我的人安然无恙吗 是你制造的汽车爆炸 不让人把炸药 放在加速器前方 两指宽 又有一些四十五度角 这样可以充分爆炸 毫无恨迹 简直是一次杰作 那可是一条人命 那得多亏你 他可以不死 你一次一次的越界 因为你不自知的聪明和糊涂 他只能带你烧光了 别以为你翅膀真的硬 很糟稠呢 好 困了你就先睡吧 等日出落降的 才不能 好得到大半夜了 我看是你想睡吧 哪有 同志 坚持住啊 不如之前夜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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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负免蛊惑你 是因为想见你上位 对 他不甘心指当年的情人 所以想让我帮他 那他为什么找你 大概是因为 我想向您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儿子 这一点被他看出了 爸爸 那天我之所以返回会所 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 手里有您的证据 要是我不回去救他 他就会技术曝光 什么证据 他替你去教育的视频 你今天跟我说这番话 就不怕我多想过 在我心里 您的安危比我自己更重要 陈生 在我心里 今天你才算真正回家 明天 我会准处 我会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 宣布你进入公司的决定 顺便带你见见和附加 有生意往来的人 陈生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唯一的今日 只要你听话 以后公司都是你的 都听听 我已经把负免这个麻烦给搞定了 只要你明晚来宴会 我就把视频的母带走 可你确定你儿子不会把我认出来吗 放心 他不知道他妈妈的那些事 更不知道你的存在 赵总 你都睡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跟你计较 你就别磨叽了 明天晚上 明晚我要用这个照片缸 再试诚 我介绍一下 全子傅承深 傅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是啊 各位请坐 你看 坐坐坐坐 傅承深 我怎么记得 傅元两个公子叫傅展和傅元呢 都死了 听说凶手到现在都没查出来呢 那就看 谁是最大收益人了 傅老三 虽有离听手段 从无名小卒一路逆袭到现在的傅甲义方 过程可一点都不光彩 想搞他的人啊 多占哪 那怎么解决呀 有手段 刚柔兵机 双关击下 他之前那个小仆人呢 那真是个游物啊 所以才能成为名气嘛 名气 杀人的暗器啊 哈哈哈哈 各位 今日到场的 都是名门显贵 行业巧处 都是犬子的前辈 还请各位不令赐教 忽悠提醒 傅元放心 我等自当鼎力相助 鼎力相助 日后还要多靠各位叔叔提醒 副总 赵总 赵总 介绍一下 犬子傅成身 成身 赵总 妈妈你说遇到坏人了吗 妈妈得罪了一个叫赵龙刚的权亏 被坏人抓住了拔匹 沈沈 你是之前你就认识赵总吗 老爷 这么重要的宴会 怎么也没人通知我一声啊 傅元 这几天你辛苦了回屋休息 等会有个钥匙要谈 怎么了 继续啊 哈哈哈哈 不愧是傅爷带大的人 有脾气 我喜欢 可我讨厌你 以及你们所有人 傅爷 还是把家事处理好吧 诸位败类穿上衣服 还装起体面人了 不知道你们 没有看过自己的视频 老爷 老爷 你拥不住我嘴 哈哈 哈哈 各位 今日招待不周 还请各位多怒担待 咱们 来日再聚啊 各位 干什么 这是 这是 赵武刚 胡爷 您可真是教子有方啊 赵神 让开 赵总 还有事先让他回去 让开 谁也别想送 今天 我要为妈妈的死 讨一个公道 承深 你可是我唯一的儿子了 你又真的把他当成你儿子 难怪我怎么样 养不熟你 那是因为 你从来没有把人当人看 只是一个蠢 那你真是一只 有意思的蠢 所以 伴猪吃老虎 玩到我身上来了 还嫩了点儿 不错 所以我一次性还给你 有用就行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无论是你 是你想让我选 还是不希望我会的 甚至是有意操控我的 我都看得明白 你十分迎合 但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敬你 我想要得到父亲的爱 想要得到你的认可 同样的 在我经历这么多事之后 我也终于看清了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你那一套 对我没用了 而这个U盘 很容易攻破 你不会天真地以为 这里面的东西 我只存了一份 诸位 这就是我父亲这么多年 偷拍你们受贿的证字 什么 什么 副总 我们答应的事情 全都给办 难不成你儿子 还要拿出来 再勒索一遍吗 说什么都在 孩子 你有什么委屈 说出来 咱们给你做主 年轻人 你可别冲动了 赵总 你给年轻人 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 一个死去的人 和被毁掉的人生 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完了 各位都死到临头了 怎么还这么高高在上 把你母亲送上绝路的 可不止我一个 你如今打破这一切 就算是我死了 也得锒铛入狱 难道 你想做一个落魄的公子哥吗 这样的话 大家可都没好下场 是啊 你们好好谈啊 你们有什么资格谈 各位就等着 上明天的头条吧 而你 下半辈子就等着 在监狱里渡过 哦 也就说 没得谈了 跟我玩硬的是吧 你还真以为你们俩 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别着急呀老爷 老爷曾经交过 在排桌上 最重要的 就是握好手里的地 既然咱们都还在排桌上 要不说明 真的 还没有亮着 老婆 老婆 老婆你怎么出院了 你身体不好 咱们回家好不好 老婆 身体好了就出院了 难不成一辈子被你锁着 老婆 不能这么说 我只是关心你 最在乎你了 别在我面前卖怒你这又廉价又肮脏的深情 既然我有回来这一日 那日子也就到头了 看来老爷人上人当久了 都不会弯腰了 没关系 我来 什么意思 你踩着我父母的仁慈 利用我懵懂的情感 获得了如今的一切 再将我的家庭拆得七零八落 来成全你的野心 傅旭坤 我是来向你要债的 哈哈哈哈 老债 你做梦 一个江河日下的企业 一个垂死挣扎的小家族 要不是我 我心里续二十多年 延续你们下家的荣光 要不是我 哪有机会继续高高在上的做人上人 无论是你们下室 还是我们傅家 都是我一个人解决 没有人可以践踏我的成果 没有人 哈哈哈哈 八道中美 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你已经被董事会罢联了 别再做无谓的争论 夏和 夏小姐 没有资格审判我 我已经把油盘交给了警方 你个都别想跑 还真是我的种 够狠哪 走 不许昆 你涉嫌故意杀人和经济犯罪 现在 跟我们走一趟 爸爸妈妈 我终于把坏人送进监狱了 那些伤害过你们的人 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你们全下有知 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放心 我会照顾好妹妹的 你们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护妹妹小姨和我 逢凶化吉 遇难成想 傅面 我心中还有很多疑惑 今晚我们见一面吧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去找你 今晚见 好 宴会之后 我就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见过她 但是我始终都欠她一个交代 她是我 真没想过 我还能再回到这里 我还能再回到这里 喝红酒的时候 要大口 嘴唇微张 让味蕾充分打开 这样才能尝到味道 你尝尝 我在等你 喝去你的风景 像座废墟 像是我问你 能否一场奇迹 一切生机 你确定 等的是我吗 又再一次幸运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没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 像你 人海里 像你 用紧的逻辑 心机 推理爱情 最难解难你 会不会你也 和我一样 如真 看来即使我们外表一模一样 你还是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心上人 你 一直以来 我都很困惑 明明知道负面和父亲的关系 仍然忍不住想帮我 甚至分不清 在我的仇话里 多少是为了帮我 又有多少是为了帮你拜托父亲 现在我终于知道 自始至终都是你 顶替负面身份 站在父亲身边的人士 和我山盟海誓 许下婚约的人也是你 虽然外表会迷惑 但我心里爱的人 从来没有变过 我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带有目的 不重要 我们那么辛苦 才从阴沟泥沼中爬出来 难道连幸福和平淡的生活 也没资格拥有了吗 我不会再放开她了 二十年 老四命运掐住了气管 傅老三进去了 我终于有了喘息的缝隙 姐姐 孩子们为了帮你和姐夫报仇 吃了不少苦 但是为母报仇 是为人子女的责任 是天经地义 孩子们太年轻了 我必须实实鞭策 他们不入迷途 傅老三他还活着 一切都没有结束 罪人的孩子 不可以得到宽恕 二十年 二十年的河 有人可以去身世 这钱我还不能接受 不过我还是担心 你会对我有看法 放心吧 小姨一定会认可你的 而且她肯定会同意的 接下来就可以一起迎接新生活 其实我可以 你想得美啊 谁要跟你啊 那我送你回家 真的我在说 从前 没事 没事吧 姐姐很疼我 爸爸妈妈很早就走了 我 姐姐一个人带着我 十岁以前 就没吃过一顿好饭 好不容易长大了 姐姐结婚了 姐夫她人很好 还把我接了过来 后来姐姐有了你们 我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家 可是傅老三 她把一切都毁了 容真 不能跟傅承深在一起 小姨 傅承深真的是无辜的 如果没有她 我们不会搞到 那么关键的视频证据 那个防火枪 不会那么容易 就被攻破的 你们就是太年轻了 容易被好看的外表所迷糊 被肤浅的情感左右 你们抛开这些糖衣炮弹 揉开眼睛好好看看 我们才是不亲人 逝者已去 活着的人更应该好好地生活 小姨 小姨 一根紧绷的血 如果再拉下去 会断的 庆祝一下 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 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哈 嗯 豺狼捕食 浮击了豹子 又起了谐心 收养了小豹子 小豹子长大了 豺狼就驱使小豹子 为他猎食 是的 我利用了你 对不起 之后 我会和妹妹小姨一起生活 被仇恨裹袭了这么多年 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 姐姐 我们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当然 那我们还能继续吗 小姨 小姨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帮你拿过去啊 好 绵绵呢 她啊 她还睡着呢 绵绵 快来吃饭啊 小姨做了好多好吃的呢 珍珍 你昨天跟我说的话 小姨仔细想了想 你说得对 以前是我太过偏执了 是我的错 放了餐已经进去了 一切都应该过去了 小姨 你要是真的能这么想 那就太好了 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我们一家人一起向前看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向前看 过几天 你把那孩子 带回来给我见见吧 你说得对 她是无辜的 以后呢 要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生活 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左右 去吧 小姨 好了 快吃饭了 嗯 哦 还好抢救及时 你已经脱离了危险 我的手气 你在抢救时 张秘书打了好几个电话 傅老三无罪释放了 怎么可能 应该是有人暗中 帮助他出狱了 爸爸 祝您生日快乐 这次没有办法回去陪您过生日了 我们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但是我给您准备礼物 还有我还有我 让我说嘛 爸爸 你打开礼物的时候 一定要让妈妈给你录像哦 非常想要看看你的表情 这个生日礼物啊 是我们精心挑选了好久 才想到的礼物呢 对 培群 妈妈对不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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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留点意气给下半场 你们跳啊给我接着跳 嗯 跟跳没意思 嚏牺小亲起来 这么多人呢 别斜 level 废话拿着 哈哈哈 哎呦 爸 一呦 а 喔 啊 啊 啊 爸爸 这么干净利落的手法 不应该只出现一次 排排座 分火锅 下一个 就是抚承诗 珍珍 小姨 一会儿成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你 好啊 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你找什么呢 我来帮你吧 不用 我记着咱们家有瓶好酒来着 在哪儿拿出来喝呀 小姨 来了 你好 我叫傅成生 你好你好你好 你就随容真一起教我小姨就行 小姨 初次见面别客气 好好好 谢谢 快快 准备准备吃饭啊 马上开饭了 走吧 成生啊 小姨第一次见你 不知道你家里 不知道你家里情况 家里都还好吗 嗯 小姨 目前家里就剩我自己了 哦 承车 你也知道 女孩的家长嘛 总是要操心一些 怕他们遇人不输嘛 毕竟 容真和复眠 还是一对双胞胎 是吧 小姨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跟他们 都曾经相处过 那你对他们的情感呢 有没有混淆过 我的意思是说 小姨 你看着复眠的时候 有没有动过心 我很清楚自己的感情 我的心 从来没有迷失过 好 那就好 来 正真 快尝尝 小姨给你特调的 如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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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好的 好 好 啊 對不起啊對不起 對不起沒事 來綿綿 謝謝小姨 小姨今天多謝您的款待 改天由我下處吧 好的成神 別客氣 咱們下次見啊 那我去送送她 怎麼了 小姨 成神的車壞了 正在找人修呢 啊 開我的吧 我讓綿綿 把車鑰匙給你們送下去 小姨 怎麼了嗎 成神的車壞了 您去把我的車鑰匙 給他們送下去 不用了吧 您這幾天也要用車 打個車挺方便的 是啊小姨 我們打車很快的 沒關系 就開我的吧 這麼晚了 別折騰了 等著我去給你們送 怎麼了綿綿 小姨 剛剛在飯桌上 就看你魂不守舍的 姐 我們離開這個家好不好 離開小姨 我只是 害怕 害怕 小姨嗎 你從小就在她身邊長大 你比我更了解她 你覺得她真的會同意 你和仇人的兒子在一起嗎 她越是真情實意的表演 我就越覺得害怕 那種感覺 就像是最後的晚餐 看似是真羞美味 其實全是陰謀 陰謀 明明 你是在說我嗎 沒有小姨 我們說的是傅老三呢 她是仇人 您是親人啊 我當年為了拉傅老三下水 無所不用其極 但我是愛你們的 現在塵埃落定了 日子好過了 你們就要拋棄我了 沒有 小姨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你也相信 我會害傅承深是不是 沒有 明明 你怎麼能懷疑小姨呢 你今天吃飯的時候 就處處提防著我 小姨是什麼紅色猛盛嗎 傅承深的車子是你弄的 對嗎 我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 因為你 喂 我到家了 今天很開心 替我謝謝小姨 哦 好 你到家就好 小姨 我錯了 好了一遍 沒關係 小姨會永遠 無條件地包容我 小姨 寫綿 寫綿 傅民 老爺 是 上车 上车 这么久没见没什么想说的 不是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 生双胞胎的概率是千分之五 而阴差阳错的概率是百分之二 看似是精心的算计 只不过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被我赶上了 是吗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我知道 你总是有办法 所以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 还是你最懂我 既然你知道了 下一步怎么走 小姨要对傅成参动手 我希望你能救救他 怎么 你也被我的儿子给灭住了 不是 我只是希望他能陪着姐姐 而且他是你儿子 你怎么会真的希望他死吧 不是我的儿子 不过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算了 说正事 我需要你明天把容真带来见我 你害我们害得还不够呢 哎呀 傅免 你说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应该 很了解我的处事原则 宁愿我负天下人 天下人负我 别急 一个一个来 这些人谁也跑不掉了 那事情完结之后 我会给你小养的 哎 这么早啊 早 程生跟我说 下周末是咱们的生日 她想办个派对热闹一下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 你觉得怎么样 哦 那 从生日拍对开始 就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好不好 是啊 新生活 嗯 我今天才知道 是我的生日 那咱们就热热闹闹过一个 姐姐 我们以后 换一个城市生活 告别这里的一切 然后我们一家人 就踏踏实实的 把日子过踏实 好吗 好 好了 这下都被起了 嗯 姐姐 祝我们生日快乐 嗯 生日快乐 新生活快乐 好好的 小姨 谢谢你 眠眠 今天 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辛苦你了 哎 我们还没许愿呢 哦 来 眠眠 你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 就是希望所有人的愿望 都能实现 嗯 哎 生日快乐 来 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来 来 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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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一定要有人沉沦 那么就让我来吧 姐姐 好好睡一觉吧 睡醒就是新生活了 是你 你竟然出来了 小兔三窟 金蝉脱鞘 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岂能让你们哪里 你费尽心机把我骗了 不会是为了庆祝节后余生吧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个家我喜欢 如果当初在别墅就能把你认出了 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交易吧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床上 现在也不晚 什么意思 因为 我要拉着你 和你一起 下地狱 你同归于尽 别玩了 你这个拿刀的姿势还是我教的 练练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你的言行声与呼吸都有我的影子 我一语一语一语传 你真忍心对我动手啊 我要杀了你 小雪 雪花卓人了 她是傅棉 我就算把你们都杀了 又如何 这些重要吗 不管是谁都得死 下去问问你的父母 你说这都是你小姨干的 傅棉是宁养的 对我来说 她就是个狼仔 她跟傅城山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 她跟傅展和傅炎都没有区别 他们都该下地狱 谁呀 一年了 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懊悔 如果那天你拦住了她 这场悲剧 就不会发生 英国早在二十年前就种下 你死去的两个 就是这二十年 仇花的序 住嘴 哎 就是闭目 去死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考虑清楚 如果送她下地狱 你会原谅你吗 啊 哎呀不会原谅你的 不是 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这场就隔有纸巾 分得起输赢 不过是一条条人命 写的代价 我和姐姐的人生已经葬送二十年了 夏宜 你们都醒醒了 这场战争没有胜负的 谁是 只要我比他父老三多活一口气 那就算 一样 我费尽心思把你弄出狱 今天 你必须接受我的审判了 这就是你的阴谋 这个贱人 当然是我了 傅老三 树倒狐孙散 现在除了我谁还会拼尽全力地帮你啊 今天 我先杀了你 再去杀了傅成身 恶毒必想逃 小姨 傅成身真的是无辜的 你不要再犯错了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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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小姨 放手 放开他 傅老三 好久不见了 哦 谁呀这是 原来幕后黑手就是你呀 也是送你去地狱的人 放屁 二十年前你们全家都斗不够我 二十年后 不如我送你们的家人团聚 毕竟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的家人 我说错了吗 他们现在只不过是一对白骨 只有你才会那么在意 问问他们 对父母还有音响吗 还有感情吗 别拿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捆绑他们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那就都有好日子了 你说呢 傅老三 死到临头了 明天就算是你说服了大天 也得死 想杀我 你得先杀他 你的小姨 是她的枪块 还是我的刀块 小姨 你怎么知道 小姨 小姨 你死不了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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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你四岁的时候 你说我父母都死了 是你救了我 要我吃瘾图报 八岁时 傅展和傅炎为了抢我当玩伴 而打架 你把他俩分开 然后打了我一耳光 警告我记住自己的身份 你这是傅家的一个仆人 听懂了吗 十四岁 你破天荒带我去雪场滑雪 我又惊游戏 对着生日蛋糕和漫天白雪许晕 一辈子留在你身边 我要你一辈子留在我身边 能做到吗 真乖 十八岁 我成了你的女人 我成了你的女人 将我送上云霄的那一刻 你泡在我耳边跟我说 让我成为你最丰锐的丽人 让我去讨好那些权贵 这样你才会更爱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最遗憾的事 就是带我下地狱的人 也带我上过天堂 现在博士风华学业的时候 你相信我 等日子平稳些 我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东西 你没有教过我什么是爱 所以当时 两个所真相的时候 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恨 所以老爷我不恨你 我知道 所以我最疼你 但是现在 我累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 像我这样的人 无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想让我的家人 过上正常的生活 有美你疯了 我 我 嘘 爸 妈 小姨 妹妹 你们在那边团聚了吗 我不会原谅你 你帮我拉出泥台 又推入深渊 当初你和那个人 同归于尽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我 傅棉来过 你放心 以后傅棉就是我的亲妹妹 我一定会找到她 没关系 我要去见姐姐了 容辰 容辰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 帮我们多忘记 好 容较小姨 姐姐 大事白晴 是苦对你 回去 晚安 晴晰雪 晴晴 晃晨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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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怪你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从来撒进大量 少得好 跟我做对的都得死 我累了 副总 咱们这次考察很成功 之后的合作也会推进信息 这个月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咱们聘起的顶级生态 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到他的消息 也许他根本不想理解 这是我的责任 咱们没有碰到他 那个小孩应该是吓到吧 那也送医院 辛苦医生了 没事 只要孩子没事就行 行 我知道了 副总 医生 孩子伤势怎么样 孩子没什么大碍 只是瘦了点皮外伤罢了 上点儿就好了 还好伤势及时 没什么事 你没事吧 你怎么要开的车啊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我公司还有个会议 我已经在医院留了信息 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联系我 要是真有什么问题 我会随时找你们的 医生 医生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将按时上药 妈妈 你伤到哪里了 疼不疼 严重不严重 放心吧 医生说安安没有被撞到 只是摔倒后蹭破了点皮 小朋友 以后过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你看爸爸妈妈多担心你啊 他说他是江叔叔 不是我爸爸 江城 把孩子放下吧 以后不可以这样了 一定要在幼儿园等妈妈去接你 你工作那么忙 我怕你把我忘了 那妈妈工作忙的时候 江叔叔去接你好不好 谢谢江叔叔 不过妈妈不让我吃汤 这个你吃吧 真乖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嗯 谢谢你江城 总是为我和安安忙碌 一点都不辛苦 甚至觉得很幸福 安心 上次和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 给我个机会 你会照顾好你和安安 我想我已经很明确了 自从我怀着安安来到这座城市 我就从没想靠谁生活了 我明白了 你又不愿揭开的伤疤 不吓得了 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到家了 你们先回去吧 妈妈 我知道你为什么没答应江叔叔叔 为什么呀 江叔叔很好 那爸爸在妈妈心中的地位 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慢点啊 妈妈 走吧 嗯 叔叔你怎么在这儿 叔叔想看看你 恢复得怎么样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叔叔想找到你 就会有很多办法的呀 那一天 叔叔有特别紧急的会议要去参加 所以就提前离开了 没关系 你看我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确实身强体壮 你不用太自责 妈妈说了 以后我走路要学会 一听二看三观察 嗯 真是个机灵的小孩子啊 叔叔你家里有小孩子吗 叔叔家里 没小朋友 不过叔叔 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好啊 这是叔叔的名片 不过叔叔这次是来出差的 马上就要离开了 没关系 我可以去找你 好啊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玩 你的家长还没来接你吗 来了 啊 你好 我来看看孩子恢复情况 好 费心了 他没什么事 安安 跟叔叔说再见 咱们回家了 咱们回家了 叔叔再见 再见 走 今天有没有听话啊 哎 副总 那个孩子长得很像你 尤其是眉眼 简直一模一样 是吗 那个人 那不是傅眠小姐 是傅眠 我 副总 登记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六年了 我终于找到他了 会议推迟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夏董住院 董事会已经一推再推 如果这次还不能正常召开 外面人员风飞 股价会大跌的 幼儿园 还有医院的住院单上 都可以通过安安小朋友 找到他的妈妈 总裁放心吧 行 那你先 留在这边仔细观察 我回去看完柜之后 立即回 是 久不均匀 江城 谢谢你了 每天这么辛苦帮我接送安安 但是我跟公司申请了条班 等着下个月交接好之后 就会清闲很多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不打务 我喜欢安安 喜欢照顾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心理负担 真的很谢谢你 对了 下个月我要出个差 会回一趟老家 带上安安一起 你也可以清闲一点 那你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妈妈这是哪里 这里是妈妈的家 是我们的家 我没有新闻 没有人评论 但据幼儿园反应 孩子陪母亲出差了 我们还在继续跟进 要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 去这转转 一定要找到她 好的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是赶路的人 是杨家的人 是城市北京的呼声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 望过腰的每一刻 留下的石头的脚印 是不是值得 小姨 绵绵 我回来了 妈妈 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妈妈的亲人 也是你的亲人 我们一起来鞠躬 好不好 妈妈妈 留一封信 你站在楼宇的缝隙 可你没有退缩 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 来自一步一回首 崭新爱 我知道 终有一天 你还是会回到这里的 我时常过来打扫 陪荣臻说话话 再叫叫花 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 在熟悉的街头 无论是荣臻 还是小姨 还是我 你都在当着 你家的人 这 是你的家 妈妈你这么急 那是八百六杯你的心吗 我静一杯酒 静一的沉默 和悲伤怒吼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空气里 弥漫着心痛 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 时空中 神空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空气里 弥漫着心痛 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 时空中 群空 春空 忤空 小姨 小姨 林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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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市 我跟妈妈刚到这里只有这个给 谢谢安安 安 叔叔陪你一起拼好不好 好啊 每次妈妈不在家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拼的 那安安一定很厉害 那当然 这就是他的刀 你要不要 想不想要这个 你和妈妈经常来这吗 不是 我和妈妈第一次来这里 妈妈出差 说这里是妈妈以前的家 安安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绵绵 绵绵 那这个是 这个是姨妈 这个是姨婆 过来 叔叔你怎么了 叔叔没事 走 叔叔带你出去玩 太好了 那妈妈不让我出去怎么办 没事 叔叔有办法 副总 我们已经计立了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你 我 你怎么 你怎么 不接我电话 明天早上十点之前 我必须看到市场服务的解决方案 否则你们几个 我是安安啊 你所算接我电话 安安啊 我不记得安安了吗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 安安你现在在哪里 阿妈出去工作了 安安自己在家 叔叔要是忙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叔叔现在过去找你好吗 好丑 是不是 我想玩那个 好 出来啊 哦 抱抱 哎呀 哈哈 安安 安安今天开不开心啊 开心 安安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那你妈妈没时间带你来吗 是的 妈妈工作很辛苦 安安要赚好多钱 要保护妈妈 那你爸爸呢 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你跟我爸爸好不好 我爸爸呢 你呀 你傻笑 接电话呀 接电话呀 哎 妈妈 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啊 都怪我太套玩了 让妈妈担心 你能不能不要再乱跑了 我一定听妈妈的话 小孩在玩是天性 谁还考虑着去呢 安安 你先回去好不好 妈妈和叔叔有话要说 去吧 叔叔再见 我找了你六年 我不是很想见你 我想代替容真照顾好你 我用不着你 你的出现 你的出现 只会让我感到胆战心情 傅城市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请你不要再靠近安安 久别重逢 我过于欣喜 让你担心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安安 我对你们没有任何合议 可是我害怕 我只要一靠近你们傅家人 我就会觉得胆战心机 又无法摆脱的恐怖的宿命感 你不诚实 我只有安安一个亲人 算我求你了 我不要再靠近了我们了 好不好 妈妈不哭 别怪叔叔 都怪我太晚 对不起 你先回去 对不起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天色也不早了 早先回去吧 明知道爱情并不老康 但是我还是拼命 往一条 你什么人啊 你在我家干嘛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进来的 每一切都在走 可能是见了 但是我还是相信 只是见了 不成身 你什么意思 让你的人走 好 我免费帮物业 也升级了一些安保系统 你去上班 安安放心加工我就好 让他们走 走吧 我说过 如果你再敢来打扰我们的话 我会逃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公司有急事 马上来一趟 好 我马上来 太容易让你继续 去忙吧 安安放心交给我就好 太容易让你继续 小帅 来 送副教姐去一下公司 是 副总 太容易不顾一切满事伤害 妈妈快洗手吃饭 快 坐下吃 一会儿凉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 你用筷子的方式跟你姐姐很像 叔叔你怎么了 叔叔配辣椒呛的啊 叔叔你好好笑 安安你今天几岁了 四岁 师父 这几天多谢你的照顾 不过以后就不用费心了 我不可能放任你们在外漂泊 我不可能放任你们在外漂泊 谢谢你的好意 如果以后你再打扰的话 我不介意再搬一次架 我很喜欢安安 可以让我再带她玩一天吗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们 小伙伴们都走了 地板没有脏 水杯没有碎 书和花也好好的 于是 妈妈 富叔叔 富叔叔对我很好 我很喜欢他 可是富叔叔很想跟我们在一起 富叔叔确实是个好人 但是安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富叔叔是我的爸爸对吗 是富叔叔跟你说的吗 是安安看出来的 爸爸和叔叔是不一样的 就像他对安安 就像幼儿园里别人的爸爸对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带我玩 又关心我 就像妈妈你一样 吃了糖 我立马带我去刷牙 还会给我剪指甲 刷牙剪指甲 那还挺贴心的 对啊 是爸爸做错了什么 你才不想理他 好 啊 我们回去睡觉 嗯 走吧 妈妈公司有急事 我们得立马回去了 我还没来得及和富叔叔说再见呢 回去以后可不可以早点下班 啊 好想你每天都陪着我 好啊 妈妈尽量好不好 嗯 行 啊 好 你慢点 刘总 主管 有什么事吗 刘总去总部开会了 主管 这次事情办得不错 再见再厉 主管 我想跟您申请一下 按时下班的事情 公司的安排一向都是很合理的 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强制加班 有时候你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拖得后腿 实话实说 公司的项目密度有点大 我可以之后早一点来 只要能按时下班就行 大家同为女人 我能理解 不过职场不是讲人情的地方 该体谅你的 是孩子的父亲的事 孩子是有父亲的吧 好的 我会自信协调好 那就好 总之呢 有什么能力 就做什么能力的事情 出去吧 妈妈 上车吧 上车吧 要听话啊 不说好 我先送你去上班 再送阿安去幼儿园 你要一直在这守着吗 妈妈 就这么办吧 走吧 宝贝来亲一下 妈妈爱你啊 妈妈再见 再见宝贝 在学校好好吃饭啊 上课好好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猜慢点 拜拜 坐好了 嗯 看看他 又安心 你可真是深藏不漏啊 哎听说刚才有豪车送你上班 是谁啊 博约车 直说嘛 天天多来多往还带着孩子 平时从不和大家一起聚餐 装什么清靠呢 感觉是要回去服侍金主啊 你们看沸雅可无言了吧 万一 他是孩子的爸爸呢 你们别这样嘟嘟逼 你真正不怕影歪 天天的装高了 孩子都那么大 说不定是谁家被赶出来的私生子呢 我上次还看到他从力量回来 下来 那男的看的保时机 你们都看到了吗 啊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还 清醒了吗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不该说 刚接到通知 公司被收购了 新老板过两天就来上任 你们都给我守点规矩 谁要是再惹事 给我收拾东西滚出公司 能说新老板明清帅气 最重要 是单身 公司未婚的女同事们 有福气了 好 这块新老板这么好 座位子也惦记是 好了好了好了 收拾收拾我们工作了 去大厅收拾一下 新官上任三把 新老板要警察咱们公司过去 你的业绩报告 你走了一步 明天早上交给我 我一个人 对啊 一个人 另外 趁着午饭时间 你去干系店把我的两个娘 装大衣取走 你什么表情 安心我告诉你 这工作你能干就干 不干就滚 孩子离不开我 我陪他睡吧 你还要干嘛 小妮小孩子了吗 傅承拾 你大晚上发什么异症 你还要断路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负眠 我不是容真 是吗 安安是我的孩子 我只和容真在一起 你不是容真 是谁 你敢不敢让我看一眼 你后背发 是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六年前事发突然 我没能阻止 事情过去 我不想去回 但是现在 那些模糊 破旧回忆 故事已归零 已经没有人会在意 视线停留在你倒影 爱不再惊喜 你敢人呀 过去还是不过去 你看你这黑眼圈 你天天呢 在忙什么呢 安心啊安心 新老板已经到了 马上就来接见我们销售部 你为什么还迟到啊 故意给我们销售部丢脸吗 我一直在加班 没有收到通知 我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何止我们大家 努力展现良好精神风貌 都是闲的 就你加班是吗 去把东西放到仓库 别在这碍眼 他要去哪 他要去哪 副总 我们销售部的所有员工 我是问你 他去哪 他呀 他就是我销售部一个干咋活的 你别在意 我收购这家公司 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 在这里上班 我将把公司的所有狗本 全都交给他 以后他就是这家公司 最大的老了 副总 您千万别被这个女人蒙蔽了 他作风不好 连孩子都有了 前两天我还看见他 从一辆豪车上下来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我 那辆豪车也是无论的 而我的一切都是他的 你一个喜欢造谣声势的 以后别来上班了 一切都是他们不懂事 您他人有大量 若晨 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了 对不起 我要辞职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确实是杨眉吐气的惊喜 此刻在别人眼里 你就像我的救世主 可你把平静的生活又打乱了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做 这就是生活的酸甜苦 不是每个平凡和普通 都爱用光鲜亮丽 和高高在上体现的 早点回去 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接我呀 那妈妈以后 每天都这么早来接你 好不好 那傅叔叔呢 傅叔叔回去了 咱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好不好 嗯 啊 赶快起床哦 妈妈上班要迟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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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妈妈 宝宝 妈妈 你们一定要和好啊 看来是你们串通好的 我也是接到安安电话才知道了 她没事吧 看来是她一个人的鬼主意 应该就在周围 故意把我们骗出来的 安安是个聪明的孩子 或许她明白了我们的心意 我的心意 就是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烦我们了 你这样逃避 何尝不是在惩罚自己啊 何尝不是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 陷入难以自拔的漩涡 傅成深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 好不容易拥有的生活 我也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生活 可安安是无辜的 她应该有爸爸 我知道 安安很喜欢你 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你今后不要有进一步的冒犯 我可以逢年过节带安安去你那里走动 秦极只是走动吗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说这些 安安 安安 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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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们在哪里啊 快点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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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已经报警了 这附近都有监控 一定没事的 行 为什么遇到你都没有什么好事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烦我了 都管我了 孩子找到了 啊 好了 谢谢 在哪儿 啊 你们俩 我都看见能不能看好孩子啊 那么多警察把我给围着 方桃桃一顿搜啊 别给我吓 真不好意思啊 没钱 谢谢 我注意点 让孩子睡吧 谢谢你 谢什么 我是安安的爸爸 是你的未婚夫 这是我的责任 你一个人待着安安六年 这次这样截心度迫的事情 肯定经历了很多次 你 都过去了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有选择的据 我出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 我明白孩子对父亲的渴望 安安卡留的眼神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在找到你之前 我一直靠着回忆过如此 可现在我找到了你 我怎么可能放开你 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只是不肯放过自己罢了 是我一直都想不通 但现在我想通了 我不原谅你 就像当时小姨 执意要杀掉你们傅家人一样 我今天差点失去了安安 我不希望让安安成为另一个 傅承深 我们和好吧 好 我一辈子都不会辜负你们的 我不想不过 你不想不想不动 我不是我们的 我现在小姐 你还说 我斯根 您 希望